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主持人圆圆 戏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的代表 从古至今都发挥着难以替代和积极的作用 在这当中兼容了南北特点的黄梅戏 从地方戏剧发展成为了被全国人民熟知的戏剧 浓郁的生活气息表现着最普通的人民生活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当中 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甚至堪称经典的黄梅戏曲目 这些曲目的情节取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我想黄梅戏之所以在我国的民间文化中 长盛不衰的原因也就在于 它源自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 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 移情乐性 它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感染着观众 特定的地域 特定的文化背景 特定的人群的审美 是黄梅戏产生的背景 黄梅戏音乐形式的多样化和丰富的内容 也造就了它独特唱腔的原因 欢迎开课吧 黄梅戏的 hedinander romantic歌唱腔的 黄梅戏喀侍 黄梅戏亨 黄梅戏 air 黄梅戏 多美 多美啊 正天寺真稀奇 真稀奇啊 哪有呀木头能把火器 莫不是苍天也有春秋爱意 这天子良若莫痴疑 天子良若莫痴疑的呀 虽说是天子良若莫痴疑 众生大肆飞而行 黄梅戏发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 黄梅多云山 唱腔淳朴流畅 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黄梅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 据史料记载 早于唐代时期 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 经宋代民歌的发展 元代杂剧的影响 逐步形成民间戏曲雏形 至明清 黄梅线戏风更盛 行秀娘、鱼海仙等一批鲜辈艺术家 为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将黄梅戏天仙配搬上荧幕后 黄梅戏享誉海内外 成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 在2006年 被批准为传统戏剧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 戏剧作家陆红飞根据《知锦记》、《怀音记》 创作了黄梅戏《天仙配》 《天仙配》又名《七仙女下凡》 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三十六大文本之一 描写董勇卖身葬妇 在妇原外家为奴 玉皇大帝第七女同情董勇遭遇 私自下凡 与董勇结为夫妇 七仙女一夜知锦食匹 帮助董勇改三年长工为百日 百日期满 玉皇大帝逼迫七仙女返回天庭 董勇夫妇忍痛分别 虽然黄梅戏开始时在地方的影响力比较大 但是《天仙配》的问世更是加快了黄梅戏的推广和普及 她在创作方式和音乐形态上 仍然保持着黄梅戏传统音乐和浓郁的地方风格 在黄梅戏艺术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天仙配那段著名的词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 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那么今天的思路之音就带您重温这段黄梅戏的经典之作《天仙配》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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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飛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石 一霜水在人間 娘子,我們走了白日,就在這裡學習天歌,再走吧 冬蘭,你的衣裳破了,待我與你佛佛 多謝娘子 娘子 這是什麼 娘子 沒有洗衣療 待我寫天,寫地 娘子 嚴凤英和王少坊都是黃梅戲的著名演員 天仙佩無疑是他們的代表作品 戲中,嚴凤英的唱腔以聲傳情,以情代聲 王少坊的唱腔則魂厚大方,灑脫奔放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過 凡是沒有感覺到和所扮演的角色相類似的情感 是說不上真正的藝術創造的 在黃梅戲天仙佩中 這兩位表演藝術家 都抓住了所表演角色各方面的特點 才使得他們那麼成功 他們精彩的唱段 使得我們從中 領悟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情感 使他們精湛的表演 使得這版天仙佩成為了經典 好的,今天的節目就到這了 感謝您的收看,下期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收看,下期節目